我们现在看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如今主日敬拜代替了旧约的周六安息日 一些人觉得没有强有力的证据 这样做是必须的 或认为周六应该维持 希望听摩木的讲解 谢谢 其实这个关于安息日的问题 我们基督教一一一的时候 讲十节的时候已经讲过了 那在这里我们简单的梳理一下 那加尔文牧师在第二卷 第八章三十四节里面 他说到了初代教会的基督徒 以主日代替安息日 有其理由 那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主的复活成就了成全了古时安息日 所预表的真正的安息 也就是说废除了旧约安息日这种形式 预表的形式 所以取而代之的是 纪念基督复活的日子 我们称为主日 所以这个预表性的 就是他特别警告我们 基督徒不要再继续遵守 这种预表性的礼仪 大家知道吧 新旧约的关系里面 有连续性不连续性 约的本质 恩典的本质是一样的 都是靠信心 基督的救赎 应许 恩典 但是行事呢 执行的方式不同 旧约里有一些象征的 礼仪的 预表的 行事 所以因着基督来 他已经成就了 特别是这个安息 已经成就了 所以呢 我们就不要再重新回到这种仪式里面 居守日子 这个行事 注意行事 那首先我们就回头看一下 新旧约的过程当中 到初代教会 这种安息日如何变成主日的 首先最早出现的就是 创世纪二章一节到三节 那个第七日 天地到齐了 到了第七日 神就赐服完了那个功 然后歇勒特歇德功就赐服那日 注意 这里面的是指他的创造之功完成了之后 他就赐服这地日 定为圣日 第七日 一二三到六 然后第七天 这个就是 所以这里面除了第七日 赐特威圣日 然后就安息了 那正因为基于这个基础呢 你看这个后面又说了 到第七日 神已经创造功 安息了 然后特别是基于这个创造呢 出埃及记二十章八节到十一节 就赐下了安息日的这个命令 要纪念安息日 这个纪念的时候 是纪念上帝在创造之后 第七天所赐服的那个日子 是基于那个创造之功 让我们去守安息 然后呢 这个安息呢 在守守守 到了摩西时代 到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之后 诗篇九十五篇十至十一节里面 解释这个历史事件的时候 他这样说到 四十年之久 在旷野里面 我厌烦那个时代 我就是耶和华上帝 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 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所以在旷野里面 看了那么多神迹作为 竟然不认识神 不信刚硬 于是神就在怒中启示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这里面 他们是在旷野 准备将进迦南的这样的过程 然后他提到了安息 断不可进入安息 这个安息呢 又和安息日的安息 意义不同了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看到约书亚的安息 和另一个安息 四十年之久 说不可进入安息 告诉约书亚 如果是约书亚 叫他们得了安息的话 约书亚把他们从旷野漂流 带入迦南地 进入迦南地定居 脱离了漂流的这样的光景 称之为安息 如果进了迦南就安息了的话 因为约书亚带他们南征北战 然后分地 然后就安息了的话 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 为什么 诗篇这个时候 已经是在出埃及记 这个进迦南之后的事情 大卫的是吗 那这样看来 必另有一个安息 不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 进迦南这个安息 另外有个安息 注意 大卫是引用这句话 在说这些百姓不顺从 他就断不得进入安息 那因为那个进安息 乃是奚勒自己的功 正如神奚勒自己的功 我们务必要进入 免得不幸的跌倒 所以 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 安息日 不是说另有一个安息日 而是安息日的安息 注意 第七天赐福那日 就歇了他的功 安息日命令守安息日 然后这里面就开始超越日子 强调那个安息 所以这个叫遗文 或者是遗事 或者形式 和真意的差别 我们总是注重形式 日子日子日子 要不要守安息日 这里圣经告诉我们 真意真意真意 安息日的安息 重点是安息 不是安息日 守了安息日 也不一定有安息 这个旧约里面 已经有很明显的 失败的例子 然后到了新约 耶稣基督来了以后 他说安息日的主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原因什么呢 在安息日的时候 门徒饿了 就顺手搓了地边的麦子吃了 结果就被人逮个正着 法利赛人就控告他们 违背摩西的律法 包括他们自己解经的传统 安息日不可做工 甚至错麦子 可能也是算做工 收割 所以觉得他们放安息日 耶稣就对他们说 律法上记着什么呢 安息日祭司不是也 在安息日犯罪吗 为什么 大卫逃跑的时候 祭司把原本 只有祭司才能吃的 陈舍饼给大卫吃了 对不对 和跟随他的人吃了 这实际上犯罪 但是也不算为犯罪 所以耶稣最后说 你们如果明白这个话 就是说你们这些守 安息日的人 你们如果真的明白 安息日的意义的话 你们就不认为这是犯罪了 就不会认为门徒们 饿了 搓个麦子吃 就是犯行安息日了 因为你们不懂 安息日的真正的安息 所以他说 耶稣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刚才也说了 基督的复活之后等等 然后这是耶稣说完了之后 七日的第一日 马太腓十二章 一至八节 经节错了 复活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 然后安息日将近 七日的头一日 安息日他们是晚 从晚到早 日落之后 然后到第二天 这个日落之前 为一天 当然这个日清晨的时候 就是算第二天了 所以主是三日复活 是第三日复活 不是满了三个二十四小时 才复活 所以七日的头一日 清晨的时候 天快亮的时候 莫达拉的玛利亚 和那个玛利亚 就结果去坟墓 看耶稣 然后天使相当报告 已经复活了 注意这个时间 安息日将近 七日的第一日 这个算法就不一样了 刚才是一到六 第七天安息 现在是七日的第一日 一到七 然后开始从第一开始了 第七日的第一日 也就是说安息日的第二天 然后我们看到 这样的天使预言之后 《使徒星传》里面 七日的第一日 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 保罗因次日要起行就与他们 他们在七日的第一日 在那里聚会掰饼 然后每逢保罗也吩咐 哥林多教会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 按照的抽出来 奉献 为什么七日第一日 他们七日第一日 这是礼拜 就是 那后来启示录里面 约翰称当主日 我被圣灵感动 所以看到这个演变了 所以加尔文补充说 我们不很重视数字七 要教会一定遵守 第七天的那个七 也不谴责某些教会 在其他日子聚会 注意 加尔文甚至比 他后期的清教徒 更宽松 清教徒 大家中国人 基督徒 一听清教徒 就迷信得不得了 清教徒当然值得尊重 但是清教徒里面 不意味着所有都是改革宗 清教徒有的还会众教会 约翰欧文 他的教会论是 教会体制是会众教会 不是长老会 然后还有一些 阿明念倾向的 比如说巴克斯特 好牧人 大家都挺遵从的 他的神学 有一定的这个 律法主义和阿明念主义的倾向 所以提到清教徒的时候 大家不要以为 虽然有些神学家 什么巴克等等说 什么历史上最成熟的教会 这是笼统的说 不意味所有的清教徒都一样 因为他们有神学不成熟的地方 还有很多 律法主义倾向的 特别是安息日 他们有过严苛守 安息日的这种 新律法主义的倾向 加尔文牧师 他说我不在乎 一定注重起 也就是说 不一定非在第七天那个日子 哪一天都可以 随便选一天都可以 但是教会要定处那一天 只要远离迷信 什么意思 你不要迷信 安息日 迷信那个日子 如果他们规定日子 只是为了维护 纪律和次序 我觉得没什么不可 就是说大家 我们教会规定了 公礼拜周六 或者是周五 周一也可以 但是你们统一决定了 有些教会 跟他们的会众的情况 适合的调整一个 我们公共礼拜的日子 这一天 一周七天中 一天分别为圣 献给神 这个就很重要 为了次序 不至于混乱 你周一 他周三 他周六 这样就乱了 统一的 有秩序的 其实没有什么不可的 首先我们必须要追求的是 脱离自己的劳作 安息日的重点是 脱离自己的劳作 得到长久的 真正的安息 不只是身体安息 心灵安息 讲重担谢给主 依靠主不再是 自我中心的生活 接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 我安静下来 让上帝在我里面做工 其次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私下勤勉地操练 敬虔思想神的工作 安静下来 可以让我们集中去思考 神的话语 思想 遵守教会合法的次序 教会公开制定的 那个礼拜的程序 听道啊 举行圣礼啊 公祷告啊 我们必须认真遵守 一般性的教义 为了防止我们 丧失真信仰和冷淡 必须引擎聚会 连他这两方面都强调 日子不重要 重要的是那一天 教会的秩序 但是 集中思想 然后享受安息 然后免得我们冷淡 松散 过于自由 结果连教会定的日子 礼拜都不礼拜 然后就渐渐地就开始 失去自己信仰 冷淡了 所以他所说的 日子不是为主 乃是为了你们 为了教会的益处 我们需要秩序 需要规矩 但是让我们得益处 不是束缚捆绑我们 所以我之所以喜欢加尔文 是因为他对圣经的解释 特别福音性 特别合乎圣经 清教徒我也喜欢 但是有一些太过严苛 已经超过福音的要求了 当然他有他的时代背景 里面 那今天中国基督徒不消化 就盲目地崇拜清教徒 把清教徒那套搬到中国去 你根本没搞懂人家当时 为什么这么持守 是不是我们今天要照搬 不加思索的 批判的 反省的就照搬 结果变成新律法主义 天天争论什么 全天守主日或者怎么样 那你全天守主日 你早晨六点钟开始守望 日落之后才守望 我看那些主张 全天守主日的牧师们 三点半也出去公园逛 也去这个会餐呢 对不对 也发朋友圈呢 所以不要太把自己搞得 法利赛主义 律法主义 加尔文他说 哪一天不重要 重要的是安息 所以他就脱离了 律法的那种形式嘛 因为基督已经够嘛 保罗也说 我就怕你们在守节 守日子 哥罗西书里面也谈到了 对不对 举守日子 结果就陷入到 那个网络里面 对不对 那这些话都清楚 为什么活在新约的恩典当中的 基督已经复活的 这样的基督徒 为什么还拘守这个日子呢 所以我刚才从这个解经的角度 从新旧约这个发展的角度 进程的角度 谈到了这种合法性 为什么今天我们守主日 什么三书基督啊 什么这个 一些异端 也强调安息日 天主教也守安息日 周六 周六 重点不是哪一天 重点是 当然我们今天已经习惯了 主日 星期天 然后这样守的话 突然有一个人搞出来 周五周六 我们就突然敏感 是不是异端呢 不一定是异端 但是问题你要了解 他们为什么这么守 他说月节怎么怎么的 有人守月节啊 那你咋不受割离呢 对不对 你不献祭呢 你找个祭祀给你献祭啊 你不能在中国献祭 你得去耶罗撒冷才是啊 你在别的地方献祭都是犯罪 因为上帝立明的地方 你不献祭 你在你中国献祭不合法 所以这些愚蠢的人啊 你守律法 你干嘛守一条 何必只守安息日月节呢 你全守才对呢 对不对 所以异端 他就有他异端的荒谬嘛 所以大家学习基督教要义 好处就在这 他能够把圣经的真意给我们铲明 让我们在福音里面得自由 但是又不至于放肆啊 放荡 这里面秩序等等 这个多好啊 大家就不会以律法主义的眼光 自称为有恩典 自称为在福音里面得自由了 却以律法主义的眼光去守安息日 守主日 你又跑到律法的框架下了吗 不是恩典和福音的 有秩序 但是自由的 感恩的 享受的 是为了我们的益处 我们定下这样的日子去敬拜神 所以从解经上和教会传统上 第七日 七日的第一日 主日 我们降定了 这已经从解经上解决了 然后我又加进一步纠正 之所以纠结哪个日子的合法性 是因为你已经掉到迷信里了 哪个日子才更熟灵 哪个日子才更加和神心意 哪一天 不只是哪一天 是整个一周 你都应该分别为圣 但是上帝考虑了我们的生活 所以我们每一天虽然都要礼拜 但是需要我们的软弱 我们学要意的说到 为什么七天 一周章分别出来一天 我们需要一天 不是主需要 因为天天都应该敬拜神 但是为了防止我们软弱 让我们静下来 强迫静下来 让我们去安息 身体安息 心理安息 心思集中在礼拜末想上 让我们得益处 这是上帝定下来 让我们好处 这个安息日的这个精神 大家要理解 享受安息 直到有一天 基于基督的复活 那个永恒的安息 那个才是真正的安息 所以在地上的劳苦当中 享受在基督里的 基督为我们赚得的安息 这个就是安息日的安息 不是那个日子 日子是操练我们去进入安息 所以不要本末倒置 为了守这个壳 然后互相定罪 你属灵不属灵 越这么降的时候 越不属灵 那是国家的美国 celebr度啊 嘿嘿 我们下时间